欢迎您加入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您好 我是简志豪 台湾爱乐交响乐团和知名小亭齐家林昭亮 第一次在北美巡回演出 难得的机会让加拿大以及美国的乐迷们相当兴奋 台湾爱乐国家交响乐团成立30年来 第一次到美国巡演 艺术总监吕少嘉领团 知名的音乐家林昭亮担任小提琴独奏 这次带来台湾作曲家 萧泰然大师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彩克夫斯基第五号交响曲等经典曲目 他们结束九号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演出 特别提前到洛杉矶与媒体见面 在城县的Sager Storm这个音乐厅 有一场跨世纪的台湾交响乐的一个演出 那这次的演出呢 基本上对此地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而言 意义非凡 因为这个是国家交响乐团成军30年以来 第一次在美西地区演出 那演出的曲目呢 又是我们的音乐大师萧泰然先生的作品 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那另外还有我们台湾的新锐作曲家 李迅伟先生 他的最后一礼录 所以基本上对我们台湾的乡亲而言 这是一个世代交替的光芒 这是我们巡回加拿大和美国 我们演出的这个节目 也代表台湾的这个作品 对我来讲是意义中大的 最有意思的曲子是 萧泰然的小提琴协奏曲 因为这首曲子呢 不光是有非常浓的台湾风味 很美的旋律 有民谣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首曲子也是我在 做这个曲子世界首演的时候 在圣地雅各演的 所以这个曲子跟我是缘分 相当密切的 所以这次在这个首演之后 二十多年之后 我又能够把它带回到南加州 来做演奏 然后跟一个世界级的 这个台湾的一个乐团 和吕少嘉 一个很不得了的指挥家一起合作 是一个很令我珍惜的一个经验 成立于1986年的 台湾爱乐国家交响乐团 在吕少嘉的带领下 成为了亚洲顶尖交响乐团之一 与被乐团尊称为 小提琴界莫扎特的林昭亮 携手合作 激发出让人惊艳的火花 将带给南加的乐迷朋友们 难忘的夜晚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